大家好,欢迎走进风之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蒋星泉,蒋之道 那么82岁高龄的蒋星泉 在下个赛季确定不会担任辽兰的技术顾问 跟随了杨明两年 给杨明带来了一座总冠军 给辽兰带来了历史上第二座总冠军 蒋星泉其实已经完成了在辽兰的使命 从80年代开始 蒋星泉就作为辽兰的主教练 驰骋全国赛场 那个时候辽兰也是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那么后来蒋星泉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可以说目前的CBA的将帅 基本上都是蒋星泉的弟子 最起码有一半是 像辽宁籍的一些五姓龙李重江 刘伟伟都是蒋星泉一手带钱 那么2020年 蒋星泉结束了在浙江 仇舟的技术顾问的身份返回辽兰 本来是要准备退休的 但是辽兰的投资人刘金远 盛情邀请之下 蒋星泉还是想出山 帮忙家乡球队一马 那么经过两年的努力 最终的上个赛季 辽兰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冠军 这也是蒋星泉 他个人的第一个CBA总冠军 确实也不容易 因为蒋星泉他有非常强的制造能力 如果他想要冠军的话 早就可以拿到了 但是他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 充分发挥在全国各地 特别是一些弱小的俱乐部 像新疆 他在带领新疆之前 新疆也不算什么强队 但是在他的带领下 新疆队已经成为CBA的一支竞旅 后来转战到浙江 浙江愁中也是一军突起 所以蒋星泉到后期的目的 就是为了培养中国篮球的后期之秀 我们非常感谢蒋星泉 这位82岁满头白发的 非常令人忠敬的指导 确实他把这一生都奋献给了中国篮球事业 从球员时代 一直到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后来一直转阵在CBA 各个俱乐部 然后最后担任辽兰的技术顾问 很完美的球员生涯 很完美的职业生涯 执教生涯 确实让我们记住蒋星泉的名字 确实是中国篮球目前的泰斗 希望蒋老好好安享天年 把身体养好 能够为辽宁篮球 或者为整个中国篮球 如果需要他出山的时候 我想蒋星泉知道 应该会毅然决然的出山 因为他还是想有一个爆国梦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